你也许不喜欢我 不待见我 但是你别想休了我 我不是一个随便让人打发的人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不 不是 咱们先坐下喝口酒 慢慢地说 对不起 这酒我不赔您喝了 就出了一个不奶奶 专员 多亏了您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 力挽狂澜 领得我军将士遇血奋战 抵御了共军的围攻 保卫了我们的梁州城 我提议我们大家共同举备 来敬我们的勇士和英雄 曾子航专员 好 来 干杯 来 干杯 英雄是我们的战士 为我们英雄的战士 干杯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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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南京国防部店 对于我英勇的 守卫梁州城的国军建儿 给予最热烈的祝贺和嘉奖 所有军官晋升一级 所有士兵颁发奖金大洋十元 好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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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давай 拜拜 reality through 共军不是已经被击退了吗 这都是战时的 他们车到外围是为了整顿 和重新部署 早晚会卷逃重来的 那我们该怎么做 沈阳没了 徐州也丢了 长春也完蛋了 现在是大势所趋啊 我守在这两州城 是为了进一个军人的职责 雪儿 听爸爸的 赶紧离开这儿 到香港 然后转移到海外去 我走了 那您呢 难道您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决心 道已有道 牺牲 叫双五个工作的 是 王主任 我站着 这么巧啊 双五个 我要到军区 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这里的工作 不 暂时由你负责 请司令员放心 我保证完成政务 我走之后 一定要和水二爷搞好关系 我送你一句话 心底无私 天地宽 水二爷不是糊涂人 鹰鹰 食粮 还有狗狗 他们也都是深明大义 很有正义感 可以依靠的对象 一定要认真地领会我们政策原则 团结群众 发动群众 搞好土地改革 为我们新政权 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是 就是 她应该是 女人 人家是 伤害 录音 我已经有身体了 你以为我不想说呀 二爷不让我说的 他还说 就让双五子说去呗 他还觉得这样听着挺好玩 我天天就要面子了 就怕别人觉得他服软了 钟队长 刚才有枪声 想枪的方向 应该是四路远区的方向 马上集合队伍 过去看看 是 集合 川虎子 我给你们带路吧 这深更半夜的 要是没有一个熟悉的人带路 你们一定会走错的 好 辛苦你了 马上出发 快 是 走 二爷 你听到枪声了吗 这踏槽店的时候 有点枪声正常 这次我怎么觉得心里昏慌的呀 这老熟人在外面 担点心也是对的 这儿就去哪儿 还是在这儿 你以后 一天 这天 来 你你呢 你呢 我带了你去哪儿 两天 你说你这丫头 说两句话 登上眼了 你说我有事啊 我来是有事要跟你说 好 坐吧 你现在是大官了 谁敢让你给我让座呀 你看你这话说的 革命队伍里啊 不行这样 坐吧 我真的不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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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报告警局长 你们回来了 怎么回来这么快 我们抓来打枪了 什么人 附近的猎人 人呢 到外面呢 走 去看看 我马上就回来了 这不是老王子 这不是栓五子栓的管警啊 你怎么当人猎人嘛 咱们这一带的农场主们 走着走 躲着躲 水冬间这儿又不请人了 我只能靠打打猎 才能养家糊口了 老王 我告诉你 现在是新政权了 我们不用靠着那些 欺压我们的农场主活着 靠自己的双手 就能养活好自己的老婆孩子 知道吗 蒜伍子 你现在说话的口气 都赶上当年的孔县长了 老王大 冬天 还绕着了 这么晚了 吃饭了 还没有 咋 这么晚了还不吃饭 饭出口 狗狗 给他拿个口吃了 好嘞 等等 老王 今天晚上你就住这儿 老公 也不用麻烦你做饭 准备 给老王准备饭 行 老王 这儿没有什么牧场主 更不是什么爷 以后啊 也没有什么大爷二爷 只有什么好人坏人 蠢人勤快的人的分别感 谁要想当爷 迟早就会被命亡的 谢谢大管家 谢谢大管家 别叫管他 叫同志 同志 谢谢同志 谢谢同志 收 谢谢同志 谢谢 大管家 你都听见了吧 双骨子是什么样的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都说话就行不那样 你就别往心里面去去行了吧 这你也生气 那你以后还气得过来啊 不出事还真是看不出眼镜啊 看什么气啊 你说好好的一个人吧 遇到什么人就跟什么人学 你说我跟谁学啊 那双骨子就是这样的人 一张臭嘴 一个臭瓶子 纸丧骂怀是吧 我跟你说话呢 起来 你到底要干什么 跟你说话 好难不跟你当 我困了 看你这样 你像个男的吗你 你说不是就不是吧 你连个女的都不如 那就别把我当女的 把我当成一个妖怪 妖怪啊 那你是狐妖还是蛇妖啊 你干吗呀 把钱都还给我 把钱都还给我 还给我 掉了 她干了 你这样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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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现在可以啊 这还能干喇喇啦 老王 部队里啊特别艰苦 这天老的时候 全靠这个预寒哪 好 好 你这酒也喝上了 我看这官也当得不小 我觉得 还是你们干革命的好 那你想参加革命的 我当然想啦 要是也穿成你这样 也给我配一这个 我就跟你干 这可是你说的 快说的 好 那我问你件事 你说 你来这水穴大院 时间不比我短 了解水老二也不比我少对吧 对 你说这水老二这狗丛脾气 是不是特别霸道 对 他还经常偷听长风说话 心眼特别小 对 那你说像他这样的人 应不应该批斗啊 明伍的 我虽然没听懂你这句话的意思 但是既然我觉得 要想跟你干革命的 你说的都对 好 你能有这种觉悟 非常好 好 来 来来来 对了 酸骨干 我吃完这碗面 再给我来一碗面 吃多少碗都行 来 那我来喝一碗 好好好 你也喝一口 吃完了 喝美了回去睡一觉 明天 我有任务交给你 有事就管说 可以 酸骨子 你明天让老王做什么呀 你怎么跟水老二学的 偷听人家说话呀 二爷怎么你了 你怎么会老是故意找他查呀 你说呢 好了 葛葛 这身更半夜你瞎跑啥呢 这行 就不怕我那狼雕喽 石宝 你也不用指丧马怀 我还告诉你 你剥削人民的日子就会结束 你的天就快塌了 二爷的天要塌喽 你放心 二爷自己扛着 这事跟狗狗一点关系没有 狗狗 爱 双五子 你的确比二爷要矮啊 行 我看你们还能嚣张多久 走得瞧 跌越青 嗯 删我子那么干吗呢 说是要唱戏 唱什么 《小二黑结婚》 看看去 爱黑哥开会 去上线 他说是今天 转回还 为等他到河边 等他回来 爱爱 等他回来 好姐姐 登登 好姐姐 登登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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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我们今天在这儿唱的是什么呢 唱的是《小二黑结婚》 这个《小二黑结婚》讲的是什么呢 你们呢 到 告诉大家 打倒那些欺男霸女 胡作非为的恶霸 解放妇女 婚姻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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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现在还有一些人 靠着压迫欺骗的手段 霸占我们的姐妹 你说这样的人 对不对 不对 可不可恶 可恶 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解放全天下 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 解放全天下 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 好 这货就是冲着我爹和狗狗来的 你先别急 看看咱弟能咋的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如果有一个姐妹 在我们面前受苦 受压迫 我们答不答应 不答应 该怎么办 解放 好 现在 这个需要我们解放 被压迫可怜的姐妹 就在这儿 她是谁呢 就是她 勾勾 谁 你 你就是那个需要我们的 你解救的姐妹 我说双骨子 别个脸不要脸 坐下 骂得好 双骨子 你这在这儿说什么呢 你是糊涂了还是疯了 你才疯 你糊涂 大风 我是要解救你们 我要把你们从谁老二的压迫下 解救出来 这不知道 找抽吧 双骨子 行啦 小杨阳 同志们 现在是新政策了 我们这些被压迫的人民 已经站起来了 不会怕你那边破皮片子 这人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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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无天了这人 放开 公主 你们看到了吧 这是一家什么样的人啊 啊 打倒疫情压迫间机 打倒反动派 打倒反动派 不是吧 让我们把这些盒带抓起来 让他们为自己做家的坏事 进行反击啊 谁敢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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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头抓起来点 这儿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你 你跟他睡老二的婚姻 不是在逢窗户的压迫下 你放屁这事儿 我让我告诉你 你就给小杨阳 我看不起你 搞不好 我快去 走 我和各位老少爷们 就为了我水二爷 谁动这么大的干活 不知道 不知道 小伍子 说二爷不仁义 说说 咋就不仁义了 公主们 别听他水老二在这唬唬 那个 老王 你说 我对二爷 我对二爷没意见 我对二爷没意见 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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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挨过吗 挨过 挨过提没有 提过 扣过你工钱 趴窗户偷听你说话 这些你都忘了 这些都有过 那还有什么 说五三 别人煽动了 当年冬家对咱们的好 你怎么不说呀 说呀 你少说两句吧 别走 他把闺女嫁给我 你现在被他们拉了 你说话不算数 不 水老二 等会儿 水老二是你叫的 听着 山五在 啥时候 你都得叫二爷 他要在特宝抽乱 别再说了 看见 啊 同志们 到现在 他们还这么嚣张 我们答不答应 对 我放下 三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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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爹 三五在 放开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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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就把这个大牧场主持老二 押到十八里相续邀街 让他把新闻抓出去 我们要扬北吐气 三五在 你不用长得人多 有本事你把这事 计算给我拖了 二爷跟你单挑 好啊 师父 啊 你老小子 都到这个时候了 嘴还这么硬 我带走 带走 带走 带下去 带走 山五在你 山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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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 晚了你 进去 这什么气 爹 咱得想办法出去啊 这 被山五在这儿 这传出去多没面子啊 这双 找你单独谈话的意思 你应该明白 我没把你跟水老二 看作是一类人 我知道 你也是被剥削的姐妹 那石良呢 他不也是 石良不是 他变了 变得不争气没出息 我告诉你 其实到现在 你们谁都没看明白我 还有我可以告诉你 你也不要指望着有人来替水老二说话 他是什么样的人品 有没有人能替他说话 你心里最清楚 你就不怕搁到我一会儿回来 哥哥 我告诉你 司令员去大王庄开会了 等他回来一切已成定局 就算司令员知道 他也会坚决支持我 不会反对 那这个草料先给准备好 行 都给晒干了 先放下手里的活 快快快 快 大理 别顾着那边啊 我说 那位军业 老江 咱们这可不清这么叫 叫同志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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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今天这么做 有点对不住我们冬家 你是说这里的水冬家吗 二爷这人很好 而且从来不亏欠工钱 有什么急事还能和他借到钱 二爷这人对钱的可一是一二是二 他是这里的爷们 要我说 纯爷们 那今天你不也跟着一块儿控诉了吗 亏 就拴五子这个王八蛋 他说我要是照他那么说了 那就 其实不是我 个人呢 拴五子你个混蛋 不要忙 拴五子你个大混蛋 不要忙 他诬陷我 他诬陷我 我真的什么都没干 他诬陷我 他诬陷我 散 我说了 把太大叫吗 啥呀 对啊 有身份的人出门 他都是把太大叫 他让我进来我就进来 他让我出去我就出去呀 坐着把太大叫你就有身份了 还没咱那马快呢 你甭给我急过眼儿 大叔 那你们要是不出去 这 这食粮就不动手看病啊 我不信 英文小姐 我就不信他能这么干 我信 这臭小子 有这个倔强 丫头 不止气了 咱们的事以后再说 走着 爹 怎么那么好说话呀 救人要紧 怎么向着他走着 乔梁啊 咋样 你来来吗 把你藏的那大爷拿上来吧 二爷藏东西你怎么知道 爹 我要给他止疼的 你快点吧 对了 爹 你是不是有人身啊 要越大越老的越好 我记者好在哪儿见过一次 这他败家字的东西 我要知道这样我就不出来 等着 我爹他这人就这样 道子嘴 豆腐心 你怎么办 坚持的 这是第二大队的通信员 一定是在路上遇到敌人了 别是司令员出什么事了 现在我们这个地区 犬牙相挫 互相的穿插 都搅在一起了 很难说会发生什么 晚上派两个人 去找一下司令员 是 钟队长 他醒过来了 走 怎么样 我听住了 要怎么还没来啊 我去看看去 好 司令员开会的地点 被敌人偷袭了 司令员已经被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通知客户 加强防备 好 你好好休息 通知下去 加强防备 快 Restaur 带 好啦 卡强 回来睡哪儿了 你是我爹 眼高 眼神 走走走哪去 谢谢爹 我们现在这样做 和土匪有什么区别 司徒处长 战争的一切手段 都是必须的 曾专员这是一直强调的 所以我恨你这一招 报告长远 暂时还没有司徒学校 等人的消息 派特我给你 马上出城去找 务不宜把他们平平安地 跟我接我的 快去 眼看着 这局势越来越不利 于自己这一方 曾子航对女儿司徒 雪儿的担忧 他就越来越重 这么晚你能出去啊 让我都无法无天了 找哥带我平平去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你不让他在哪儿 你怎么找啊 问呗 我 我知道他在哪儿 在哪儿 要是你能让你爹同意你去 我就告诉你 再说了 外面这么乱 你好歹跟你爹说一声吧 你不担心我爹 我还担心呢 让开 干吗呀 你知道去哪儿啊 你好好劝劝他 没你什么事 你不能出去 外面这么乱 你不能出去 你俩人不安全 轮到你教训我吧 我是替你爹拦你的 你爹要知道外面这么乱 你还走出去 你爹一定会被你着急担心的 我爹着不着急 轮到你说吗 我 你就说你自己 不会担心我不就完了 我是不担心你 我是已经死了心了 死心了你还管我 我是死心不会让你 从这大院子里面走出去的 那我要非要走呢 那你就让身风 从我身上踩过去 走吧 你的是 知道石良很在意自己的安危 所以婴婴心里头 有那么一点点的高兴 你 你 你 不要 你 哪儿 我这儿啊 你干吗 谁呀 你再敢放手 你什么时候这么生的 爹 怎么就不拦着呢 食量拦了 不是没拦住吗 要是你媳妇你拦得住吗 行了 你就别怀怨人家了 我把你的小媳妇追回来不就行了 她也闭嘴吧 都什么时候来说这种话 脾气见长啊你 是驴的 你不会好好说话呀 她说得对 她是为你好 屁 家的事用你管 就是人都理不这儿啊 你狗小子 你还敢骂人 我就骂你了 咋的 别给鼻子上脸 我就骂你的孙子了 你能把爷咋的 水老二 你要再给我指桑马槐 我就把你省起来 二爷从来不指桑马槐 指的就是你 听好喽 狗狗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立马劈入你 别怕 对了 干什么去 找狗狗 那不能去 咋的了 那有地人 那个战士就是在那受伤 傻子你开 我告诉你们 托果自负 李家人没一个正常人 全是风道 那我们又没有派人跟着去找啊 万一他们真的遇到了什么危险呢 找什么找 没有上级命的谁敢动 忠队长 我觉得这件事 从头到尾都是你做的不太好 你们要按照司令员的指示 和我们的原则最大限度的团结群众 你做得太过激了 你有资金 有司令员回来了 我要向他汇报 我不是为了早日解放牢的妇女吗 自己人 司徒处长 司徒处长 自己人 我是来接应你们的 辛苦了 你们 我们身后 游戏队在紧紧地追赶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 必须马上撤离队 我们会在此阻击 那好 让弟兄们不要太恋战了 差不多就立刻撤回去 好的 你们先撤 走 带兄弟们留下 记住 不能让他们每一个人 从这里经过 放心吧 除了天上的老鹰 不会有活的 我可以通知你过去 小心 好的 是个女的 好像是个百姓 他们这帮人 哪个不像百姓 其实他们就是一群百姓 可是这个女的很漂亮 在这个时候 一个人在这么荒凉的地方 起码狂奔 你不觉得奇怪吗 是 叶 哥哥都跑那么快啊 啥声音啊 没什么东西啊 不对 狗狗 狗狗 叫 呀 呀 呀 救命 我许人了 我许他了 大大室室的 在二爷的屋里 做你的新娘 放心 小心 二爺絕不會碰你 左哥 二爺帶你回家了 你參加革命的時候 怎麼宣誓的 你怎麼能這樣對待 團結的對象 這樣對待對革命 有過功勞的人 你知道二爺 是怎麼對待狗狗的嗎 狗狗在的時候 曾經親口對我說過 二爺這一輩子 就是不干傷害女人的事 水二爺這麼做 是在保護她 是為了不讓她受到傷害 假冒才娶得狗狗 看好了 斑 革命 叫我 革命 你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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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 兒 改名 唉 哎 丫头 严想着让你过几年好日子 到处是一天没骨伤啊 都是二爷害的你啊 二爷害的你 行啊 到了那边 踏实 求个太平吧 求个太平 好的 知道了 好 二爷这个院子见过世面 光司令就见了俩 东家 我听这话里话外的 怎么像夹着小鞭子呢 不能不能再叫东家 你现在是司令 二爷 我们两个 不是楚河汉界的对头 我们要肝胆相仗 是不是 好 这话好 这话好 我说司令啊 从那个小屋里搬出来吧 这边找个大的 闲着 哪间房子不是住啊 就住那间 我对那间房子有感情 你了 我们就来来 分哪儿 你啊 我喜欢和鞭子 你喜欢过来 你得说 你让我说什么呢 孙 孙子呀 二爷就想要个孙子 赶紧地让他们给我鼓球吹个呀 出去 不是你让我当着双五子他们面 还住在这儿吗 滚 一个女人呀 你像个男人呀 你要是这样 你就不想做这个男人 我的姑奶奶呀 这又是找上事的 你说什么 二爷 这话 旁人可不好说呀 是 行吗 阿赖 今天咱们老哥俩就敞开来喝 明天我就绝食 我就不信我这条老命 换不来一个孙子 不吃 等我过去 你跟她说 生不出个孙子来 老子生饿死 去 再开着 叫我 三弟小姐 突然就行 三弟小姐 三小姐 东西都已经这样子了 你还不着急啊 我爹真的绝食了 是什么意思 爹 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还饿着自己 赶紧吃饭 你怀上了 你怀上孙子我就吃了 这种事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又不是你的事啊 不对 水架没后 能不是我的事 死了我都合不上眼 行行行 那您吃饭 我向您保证 在您见我娘之前 一定让您抱上孙子 您忙我 你得给我个准日子 还来劲了 爱吃不吃 我还告诉您了 谁敢饿我爹 我就饿死他女儿 敢 饿我女儿我跟他急 就是您 饿死我哥 是吗 你是我姑奶奶 去 给我断饭去 我知道了 弟兄们 这些人 当你们站在这里 就已经成为了英雄 当你们端起了这碗酒 就已经在书写历史 有一件事情 我向大家说一下 跟你们一起并肩战斗的 司徒雪处长 是我的亲生女儿 她能够跟诸位 在一起并肩战斗 我感到骄傲 感到自豪 来 干了 多了 夜里边 还总睡不着觉 半夜三更 还肿起来 你怎么觉得 眼睛起眼多啊 阿娘说 凡是看人不用正眼 二 心一般 顺度 按照您的命令 已经通知各游击支队的支队长 到使在外边开会了 好 把警戒范围 扩大到青龙峡所有出口 宋子航可不是一般的对手 她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心 一定要提高警惕 是 面对着曾子航摆出的 勿守梁州城的顽固姿态 大到五分 如果强攻将会给我们的战士 带来很大的牺牲 一定要想办法把梁州城中的 一部分精兵强将调出城来 打乱曾子航的部署 可在会减少伤亡 加快攻克城市的步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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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你少说两句 那毕竟那狗鬼也是你害死的吧 十凉了十凉 你小子啊 关键的时候向着你媳妇 拉拼手 听一话 他不向着他老婆还向着你啊 咋的 我没像你说的那样啊 我觉得水云有时候做的也不对 闭嘴 闭嘴 轮到你说我吗 你也不什么好东西 对对对 当着外人能说自己的 自己的男人呢 他也是我的敌人 这 世良 你小子清醒点 我告诉你 你看见没有 我们这些被压迫者 在这些压迫者的眼里 永远是敌人 行了 哎哎哎哎 我压迫你了吗 说 告诉他 我有没有压迫你 说 世良 说 我没觉得他压迫我呀 你没说人家怎么会这么说呢 爹 看到没有 嗯 我说什么来着 这人就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你水云有 世良 世良 我告诉你 我们 都是被压迫阶级 水云有 行行行行行行你 你 上我的 没事都是家里人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儿扯淡 我们有多少战士 当着二爷无需保密 我们还有半个中队 十八个战士 其他人 都派出去警戒了 准备战斗 是 进口 二爷 你看 你这个大院 还是要遭难了 对 那这算给新政权做贡献不 算 那房子打烂喽 管修不 当然管修 打 舅都不去新都不来 多谢二爷了 你别谢我 我还有点事要求你呢 你说这要打仗了 我这丫头和女婿能不能躲躲 爹 我不走 要走您跟我一块走 你还没给爹留下个孙子呢 爹 东家 我留下吧 屁话 他一个人能鼓球个孩子来 你个死心眼的东西 二爷 我看这样好不好 我准备派他们两位 去黑风口 传个口信 等等等会儿 行 危险不 这没问题 传往再回来 三小姐 这个任务不简单啊 按道理来讲 这个时间 到我们这儿来开会的人应该很多了 但是都没有到 那就说明 进出青龙峡的所有路口 都被封锁了 很危险 只要这个累赘别跟着我 我肯定没问题 智良 东家 跟着 要跟紧喽 东家 你放心吧 不许跟着我啊 跟着 不许跟着我啊 跟着 不许跟着你 不用处理 他们的人和我们的人 都是战士 在这样的地方 没有什么比天葬 更配得上他们的 走 继续前进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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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路上啊 你得多操点心 现在兵荒马乱 千万别再出岔子 这样是实气性的 那就麻烦了 好吗 杨老师 您好 这事好 像个新媳妇 这不是没办法吗 说这样打扮比较安全 爹 你放心吧 你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 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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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您跟人家说什么了 说啥说都是男人的事 走 赶紧的 走了 咱们走了 爹 我老板 小心啊 二爷 多谢了 我就看着啊 这俩孩子能平安地 跑出大草店子去 而且 我没派我的战士去 就是为了麻痹敌人 让他们 觉得我们还没有 察觉到他们的意图 这样对莺莺和石良 会更安全一些 这兔崽子还要拿枪指我 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因为政策不认识 我就一枪帮着你 要是我 我就这么做 激我是吧 我不上你当 甭给我来这套 等一下 上午咱 兄弟有句话要说 自己喜欢的女人 被别人睡了 心里是什么自个儿 你就不是个男人 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你竟然不是个男人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打死你 你骂狗狗 我让你骂 我让你骂 三小姐 三小姐你等一下 还是我在前面吧 这万一有什么事情 后面的人也好有个照应 行啊 你往前跑啊 可我骑这马 跑不过山峰啊 这马是人骑的 人不行就不要赖马 驾 等我一下 驾 三小姐 驾 驾